悠遊卡去年的發卡量 超過了六千五百萬張 不過用在高雄的大眾運輸上 似乎不是很暢通 除了高捷車站 沒有辦法加值 十一月一號輕軌全面收費後 悠遊卡也會被排除 讓很多民眾覺得不便 高雄輕軌車站 擠滿乘客市府統計 今年六月輕軌運量 平日搭乘人數一萬人 假日只有兩萬人 但這些乘客若有悠遊卡用戶 十一月一號輕軌全面收費 夠 會被排除在外 也就是不能刷悠遊卡搭輕軌 因為我不是高雄本地人 所以我是後來才換成 一卡通的 就可以坐捷運 可以坐這個 從左營坐捷運 直接到凱旋站 那如果到這邊的話 其實我如果不能用悠遊卡的話 我就不知道我應該怎麼做 高捷公司表示 輕軌原本在站體設計上 就沒電子票證加值設備 民眾得到超商或捷運站加值 但目前悠遊卡公司 在高捷車站沒有加值服務 若要加值 距輕軌最近的便利商店 也至少六百公尺遠 才會排除悠遊卡 但高捷也沒把話說死 表示會努力溝通 除了要去修改設備 把設備做好 做組了以外 也必須符合 跟大家報告的四大超商之一 可以加值 以及在高捷公司的系統裡面 可以做自動及人工加值 這兩個要同時要能夠滿足 但悠遊卡公司回應 輕軌開放悠遊卡用戶 跟加值設備設置是兩碼式 不應滾為一談 當初高捷一卡通在北捷開通 也是跟其他廠商軍攤更改費用 約七百五十萬元 但悠遊卡公司要到高捷 更改設備兩千九百萬 卻得負擔兩千萬 不符合比例原則 才讓整件事卡關 但他們也強調 會持續跟高捷溝通 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平衡點 記者王庭許正俊高雄報導